那我们赶快来看 我们今天这个派皮要怎么做 才会是真正好吃的这个派 因为我不喜欢吃派 我觉得每次吃到的派皮都好硬 老师说有伯母 今天这个保证 就是你可以对派的观感 就完全颠覆了 首先我们要做派皮的话 我们就先把中筋面粉 先倒下去 跟奶油先 奶油尽量你把它切小块一点 先把它放进去搅拌缸里面 然后我们今天用的那个 因为你要做派皮 所以我们用勾状的那个搅拌器 我们先让那个奶油跟中筋面粉 两个人两个先融合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用低速的 因为你那个 一般面团在打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让它用低速的 因为你如果用快速的话 哇 灰飞烟灭 灰头土脸 对对对 你都不用铺粉了 可是我注意到老师 这个派皮要好吃呢 是不是油都蛮多的 基本上它的那个比例是有一个比例 那我们会今天会选用奶油是 因为奶油它的香气 本身的香气比较 香气比较重 然后那个奶油的香味也是蛮诱人的 那你的奶油已经进去差不多了之后 我们就把盐巴加进去 然后跟水让它稍微融合一下 同时我们把旁边的粉先稍微刮一下 这样子你等一下搅拌的时候 比较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然后我们都还是用一束的那个 让它慢慢的搅拌 用勾状的那个搅拌器 那我一般做派皮呢 如果家里没有这种机器的话 我们通常都是会在这个台子上面 用切割的方式 那个就尽量用 不要用手去操作对不对 对 通常我们 因为你手会有手温 所以你的手温会影响到 那个派皮的那个口感 那我们稍微把它 那个旁边的会 有时候你天气的关系 那个你在做派皮 的时间会稍微需要调整一下 那不然通常我们这样做的话 大概都差不多三到五分钟 那你的那个奶油尽量不要是太软的 因为太软的话 那个它进去它的那个油脂 就是已经几乎要变成液体了 那样子的话可能对派皮 很难操作 然后也容易油水分离 对 等一下你的派皮出来的话 它就是软踏踏也不 那个整形的部分也不好整 快要好了 对 我们现在派皮已经差不多了 绝对不要这个搓螺过度 不要太久 对 因为你太久的话 它的那个等一下口感上面 会比较容易比较硬 对 好 我们这个派皮做好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放到塑胶袋里面 但你放进塑胶袋里面 就基本上我们就先把它稍微 压扁一点 等一下你要做那个派皮切割啊 整形它会比较容易操作 那这样子已经成型了 我们就先进去冷冻松弛三十分钟 那你如果是像你在家里做的话 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先做起来 然后放在冷藏隔夜来做 那个派皮的松弛的效果也很好 就比较好操作 对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在等待这个派皮冷冻的过程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内馅先炒 是 那我们现在那个要开始来炒内馅 就是我们先下一点油 我们就用一般的那个家里用的沙拉油就可以了 然后你先把那个 你的洋葱先下去让它炒到软 基本上那个洋葱它就是有一点爆香的功用 那我们先让它炒到软 等到它软之后再下牛肉 像我们今天做的那个澳洲牛肉派 它是比较属于那个英式系统的 的咸派 那澳洲人在吃派的话 它是有一点就是像美国人在吃 那个热狗面包一样 你如果是就有一点像他们的点心这样子 你在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卖咸派的地方 那那个但是法式的kish的话 它是跟那个英式的那个系统的咸派不太一样 一般法式的kish就是以蛋液为主 然后它的那个派皮的部分它都做得非常的薄 那个我们的洋葱已经炒到软了 那现在就是把牛角肉下进来 这是高汤吗 这个是牛骨汤 对 就高汤 你用一般你在家里用那个高汤都可以 那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是牛骨汤 那你在那个操作的时候你可以一般 假设你的牛角肉它结块的话 你就可以用打蛋器把它尽量大概戳开来 它比较不会变成那个牛肉丸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 它是比较肉酱的那个内馅 我们今天要呈现的这个澳洲的这个牛肉块呢 这个牛肉呢 有没有说这个牛肉的部位要用什么来做会比较好 一般我们大概就是用 只要你那个牛角肉不要太肥的就可以了 不要太肥的 让它的那个牛肉在里面稍微炒到 你看到等一下牛角肉差不多都已经那个 那个也没有看到都没看到红色的话 我们就可以等一下开始加调味料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火不要太大 因为你火太大的话会造成它里面那个 那个均温 有的会很容易熟 有的不太熟 就是炒出来的口感不是很好 刚刚可能忘了跟这个观众朋友分享 这个玉琳他的先生是来自澳洲 是澳洲人 就是说在你接触里先生之前 你对澳洲的料理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有没有去澳洲玩过呢 有 没什么太特别的印象 我只是就是不是很 就是一般的旅游的接触而已 那是后来才就是慢慢接触 才会就是慢慢知道说 贤派的文化 然后他们是区别在哪里 那每一国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嘛 所以他们澳洲人在吃派的真的是满 满街都是 对 满街都是 非常非常的普遍 其实澳洲人的个性 应该是属于很直爽 对不对 很好 很好就是 就是很好相处的个性 对 因为我在日本的这个京都碰到 随便碰到全部都是来自澳洲 他们非常的热情 都会主动跟你聊天 对 那他们跟日本的关系也很好 很多的日本人都去他们 澳洲人的家里面民宿 是 就是连日本的皇太子妃 都曾经在澳洲留学 所以他们跟澳洲关系特别好 那我就接触到的澳洲人 几乎都是在京都认识的 好 刚刚加的是味蕾 这个是梅林酱油 辣酱油 那现在我们加那个 番茄酱 大概在三分之一cup左右 所以梅林不是味蕾喔 它不是 它不是味蕾 跟日本那个味蕾不一样 味蕾是 我还以为是翻译的问题 梅林它到底是里面有那些东西 是比较那个像 其实像那个英式的 它比较像塔巴斯科吗 它其实没有很辣 它其实不太不辣 但是它有一点 有一点像那个我们 台湾吃的那个乌醋 它有一点那个味道 那英国人在吃梅林是 用在很多的那个料理里面 所以我们刚刚加了那个梅林 然后再加了那个 番茄酱之后 我们稍微让它吃下去一些味道 让它的那个番茄酱的颜色 会慢慢呈现出来 要关小火一点 好 你让它稍微煮出来 那个入味了之后啊 就可以把那个 你的黑胡椒加进来 假设你怕辣的话 你可以省掉这一道 但是黑胡椒 它的提味功效是还蛮 还蛮不错的 还蛮不错的 其实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已经可以 如果是我们中国 拌饭 对… 拌饭 拌面好像都已经很好吃了 对不对 很像肉酱了 对 然后那个 最后再把我们的勾芡水 我们就是用中筋面粉 跟那个水的特定比例 然后调成那个勾芡水 你慢慢加进去 然后在你加进去的时候 你真的要不停地搅拌 不然的话 你等一下就会吃到 好像一坨面粉 面疙瘩 对 这跟我们中式呢 用这个太白粉 或者是藕粉 来勾芡 是不太一样 在老外我们煮浓汤 还是什么 我们通常都会用面粉水 或者是去炒这个面粉 对 然后再来变成这个 像勾芡的感觉 好 那我们这样子让它煮到滚 这样子的内馅就OK了 好 我们这个炒出来的这个 馅呢 这样子搁搁对不对 对 应该不能热的包吧 不行 我们现在就是炒好的馅 你还是要让它冷却之后 然后进冰箱冷藏至少30分钟 让它完全冷却 你等一下包派的时候 才不会去影响到它派皮的 它的那个冷度 那这样子现在再麻烦 好 我们就是冷却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了 对 好 我们呢进了这个冷藏室呢 的派皮呢 我们现在要拿出来要整形 这个也是呢 在做派的朋友呢 刚开始的新手会碰到的一个麻烦室 但是呢老师说有撇步 等一下你的派皮呢 它有一个小诀窍 让派皮烤好之后不会 不会陷下去 对 好 那个我们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要做派皮 你再装在这个派模 大概称重就是65公克 好了之后啊 我们就把它揉一揉 揉成圆 老师说 诗涵你要做一个吗 我很难拒绝 等一下就可以吃自己做的 好 我一定会挑老师做的 我们现在把那个你的派皮 把它揉成圆之后 把它压平之后 擀成大概手掌的大小 然后呢 要 压成圆形 大概不用太圆啦 因为那个我们的派模是圆的 所以你大概就是 就是压到那个17的这个位置 17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这个大概就是跟我们的手掌 差不多 手掌打开 手那个大小差不多 那要不要中间后旁边薄 不用你就是只要 好 等一下你先 我们先把它擀出来之后 装进去再整形就好了 这样子 这样子 之后啊 你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模子 然后稍微把它往里面压 哎呦好聪明哦 然后你压了之后啊 有一个杯形出来 我们待会再来整形那个你的 那个旁边的那个花样 那这一个一样好 我们还是把它擀成 大概手掌的大小 我们一般呢 这个派皮在弄的时候都这样子 很努力的把它这样子弄 就刚刚老师教了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这个模子 对 你在家里用一般的那个杯子 它只要下面是圆的都可以 你不一定说 还为了做这个 然后特地去买一个模子 你就是用一般的那个 只要圆的杯子 下面是没有锯齿状就好了 那你看像我 其实我不用特意的把它 就是擀的旁边圆 因为等一下我们都会整形 所以你就直接 让它压下去就好了 那派你把它 等一下整形 你要它什么样子 它就会呈现什么样子给你 所以你的派 但基本上就是说 你一定要留一些边 你留一些边之后啊 你的派皮比较不容易陷下去 如果你没有留边的话 有时候你稍微 就是再等一下 它不够松弛的话 它会容易溜下去 所以你会看有的人的派 就到这里 那就是因为它的派皮往下溜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上面就是 就是派皮有留一些在那个就是派顶上面 好了之后啊 你可以把它往下折 就往内折稍微折一下 折好之后把圈圈折好之后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填馅了 刚刚我们煮过的那个牛肉馅 到它这个馅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边的那个花样 你都可以自己设计 那我们今天 有花样的 我就把它折下去了 折下去之后啊 你如果要做花样 你可以用两只食指把它的那个 就是 卷个蕾丝吗 就卷 就是这样子 稍微把它压出一个尖的尖角形 等一下烤出来也会觉得 好像满与众不同的 好 你的那个边做好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填馅了 填馅的话呢 那个我们一个派的那个 这个牛肉馅我们是填100公克 那基本上我们就先把它 中间稍微让它整平一下 这个派皮它是生派皮 然后熟派馅 那所以那个 等一下我们进去烤的时候 你就是主要就是 外面的派皮要烤到熟 那你派馅因为它本身已经炒过了 所以派馅的部分 它里面就是会经由那个 你在烘烤的那个 让里面的派馅再加热而已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你会吃到那个 生的部分 在上面啊 最上面我们会用一层那个 马铃薯泥 那你在马铃薯派上面 把那个 你的那个上面最上层 调好之后啊 我们再撒一点起司 这个是披萨丝在上面 这样子 最好就是分布在上面了 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吃 会很喜欢吃 只要撒上这种起司丝 再拿去焗烤 等一下就觉得真的是 看起来就像焗烤一样 很难有人可以拒绝 它的饱足感也非常的饱足 因为它上面又加了马铃薯跟起司 那现在这样子派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进去烤箱烤 假设你是设定180度跟180度的话 就大概30分钟 那我们如果比较赶时间的话 你用200 200的话 就是差不多抓20分钟左右 OK 看到老师手上拿的呢 是老师事先先做好的 它是脱模之后 那老师如果说我脱模之后 发现说颜色不是很漂亮 我可不可以再继续拿进去再烤 可以 没问题 那老师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派做好之后呢 我们是热的吃还是冷的吃 一般澳洲人 他们怎么吃啊 我们要入境随俗啊 如果是我喜欢热的吃 一般的话我们吃派还是吃热的 还是吃热的 对 还是吃热的 因为外国人很喜欢吃冷盘嘛 对 我还以为是要冷的吃 但是派的话他们也是吃热的 也是吃热的 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今天做好了 我们再回波 就是回微波炉 或者烤箱再热一下 再来吃 对 可以 对 没有问题 第二次再让它加热的话 你可以用整个铝箔把它包起来 你就丢进去 你也不怕它烧焦 但是它里面都会受热 可是你如果是那个 没有就把它包起来 你就丢进去的话 它上面有可能它就是黑黑的 然后那个吃起来的口感就是有焦味 对 好 像他们一般澳洲人在吃的话 他们很喜欢在那个派上面 就挤一些番茄酱 或者是说挤在旁边 就是当成它的那个口感 那个加番茄酱的口感也很好吃 或者是你要加那个黄色的芥末酱 那个也不错 对 它的搭配就两个都还蛮搭的 好 老师事先也切了一个很可爱的 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剖面 是非常非常多牛肉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层次 对 那个层次 它的层次就是 比较多层次的口感 那如果有的 假设你的口味吃得比较重的话 你的马铃薯 你可以稍微加一点黑胡椒跟盐巴 稍微调味一下就好了 但因为我们今天上面有加起司 所以我们也没有再多加太咸 因为起司本身其实也满咸的 也满咸的 OK 好 这就是今天玉琳老师带来的这个牛肉派